大家对很多的富二代都会有一些误解 认为富二代就是花天酒地到处挥霍 其实你们可能误解了 真正非常有底蕴的家族企业 真正经营的非常好的家族企业 它的二代是非常优秀的 为什么 因为它的一代就是一个榜样 就是勤勤恳恳 非常自律 对事业很有野心 很有目标 所以非常有底蕴的家族企业的二代 是非常优秀的 又低调又谦虚 又勤奋又努力 而且还很自律 像这个刘勇好的女儿刘畅 非常的优秀 非常优秀 他父亲交给他的新希望 在他的带领下 市值长了很多倍 我也看过他的采访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 他其实也不太关注他有多少钱 他说反正就是领工资 而且呢 也是一个对自己要求非常高的人 所以包括我这段时间接触的 很多的一些非常优秀的富二代 他们的父母这一辈做好了榜样 你一定要相信啊 就是父母言传身教 但是身教大于言传 所以很多时候家族的优秀的传统 优良的传统是会传承的 所以特别有底蕴的一些家族企业 他们的二代是非常优秀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自强啊 要努力啊 这个时代比你聪明的人 比你有钱的人 资源比你好的人 比你聪明的人 他们都在努力 而我们天天想着躺平 有的时候我在想 其实躺平也挺累的 对吧 你天天躺在那儿 你就能轻松下来吗 你就能放松下来吗 不要自己骗自己 我们是放松不下来的 那以其这样 不如快乐的奔跑 不如去享受奔跑的过程 不如在这个过程当中 去勇于攀登高峰 凭自己最大的努力 看看能够登到哪个位置 也许我永远无法到顶峰 但是攀登的过程 大于攀登的结果 在攀登的过程当中 我看到了路上的风景 人生不过而已